当然昨天我们没有做到 明天是星期三就要节单 但是很多朋友已经有个习惯性 懂得订货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这个星期六日是最多人做节 因为你始终星期一、二 虽然说下星期二是中秋 有些人做正日 但是 譬如说你可能要去外府 或者怎么样 有些人在自己家 有些人会回妈妈 回爸爸 于是乎 这个星期六日就是高潮 所以 在这个高潮里面 跟家人分享一下 中秋佳节 人月两团圆 吃些好东西 都是一个真正最实在的东西 正所谓 明月几时休 你还行 其实是否用汉语唱更好听 八周闻晴天 你想想我的声音 我的桑 我这个马康 不弱于这个邓毅君 当然是 不知天上公缺 今迹是何年 今迹是何年 然后呢 今迹是何年之后呢 今迹是何年之后呢 今迹的海弹没有贵 仍然是699 我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充满着赚钱的财劳 我有一位亲戚 我不要说谁了 开了一间日本的铁板烧店 我认为了这么少人 谁知道 就大开红盘 这个真的要讲一讲生意经 所以我昨天也听完 我就在想 我儿子昂貢貢 又不知读大学 读什么 不如去学做这些铁板烧的东西 其实我儿子小的 他之后做两年 他发觉自己喜欢做什么 先再去读也未迟 其实不一定要立刻去读 OK 好了 在湾仔尖沙座这一盆海胆 我说给你看卖多少钱 真的要卖二千元 起码一千五六元 就是那些酒家 卖给你也算了 最惨是用来入山 那些东西 不得一口给你 你这些人吃得很过瘾 卖单是每人二千多了 你才吃那些日本东西 其实样样很少 就是碟板烧 有一片牛肉给你 一片牛肉做完卷完 通常是卷的那些金菇 我铲了一铲 一块牛肉就开了三四件 每人一件而已 是的 你吃过你就知道 接着你买单 其实二千元就没得走鸡 原来真的上水 反而那些 我们这个不开做开胆 老实说 人们常常上来问 有没有开胆 不用问 是星期六才有 星期六你可以上来碰云气 不多时有 OK 你不想碰云气 什么是碰云气 你可能买到 但是星期六日 就是你 正正是你家人做节的日子 你还能够把你家人吃不吃到 这个海胆 能不能一家团在 欢欢乐乐地吃一顿饭 来碰云气吗 你可以这样吗 这么不负责任吗 你要订 但是你是懒订的 我明白的 不要紧 你WhatsApp 481079 他给你一个银行户口 你去入数 传一张 入数纸给我们 写下你的名字 我们星期六就来拿货 可以 或者直接上来我们这边 记住 是近太子的 我不说哪里了 因为到现在 有很多客人说 我在油麻地走过来 我在鲜沙塞 走过来 在铜锣娃 走过来 我真是被击死了 我们是近太子那一段的 OK 这个海胆仍然是699元 在这周 这个重要的中秋钱 其实那边忙得不得了 日本人也要过中秋 而且他们也要做 生果 入秋 所以 我也很惊讶 他这个星期竟然是没有加价 699 北海道海膽 再去 有钱就有钱吃 这个也不是没钱 16 198元 这个我们差不多很多网友都试过 我对他 是赞不绝口的 而且一条 老实说 你钱开两个 如果这家人吃 不用没人一条 因为多东西吃 你没人吃这些 中秋节又吃鱼 你没人吃一半边 试一下味道 这个又吃得开心 你想想 这么大一粒狮子狗卷 还有一个 鱼印在 小朋友看到鱼印也很开心 你看看鱼印 还要是 水产厅掌官受赏的产品 十粒这么大一粒 你这个没有比例 我简单来说 大约像一个东方男人的粒 硬粒了之后这么大 你想想有多大 你用来含 含了 如果你用这粒东西 放在喉嚨掌上去 因为它是软的 很难 你就练成你含粒的技巧 以后就没那么容易 顶到 流眼泪水 这些女网友 OK 好了 198元都是要订货的 再去 八爪业 我不会说是最后 因为我们也会陆续供应 有哪个吃过我这只八爪鱼说不好吃的 是没有 是没有 不要用你在街上吃过的八爪鱼 除非是威威 不要用你在酒店店吃过的八爪鱼 跟我们这只八爪鱼相比 我们不是买500-600克的 我们这只700克 有试过买1kg 聚首的 很美味 特别是八爪鱼的头 很爽 切好了一片片 碟上铺一些冰 把保鲜纸放下去 这个是网友教的 好像外面吃穿白磅 日后 使得肌肉伸得比较爽 蘸些芡和酱油 甚至乎你不喜欢吃生的朋友都能吃得 因为其实是熟的 不是生的 大家搞清楚 就是 既然是中秋節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個平時我不是怎麼講的蝦呢? 因為第一,它真的很好吃 第二,是最後六盒 六盒,每一盒有兩公斤 兩公斤是不是799元? 你見不到那個盒裡面,好像有兩個小盒 沒錯,每一個小盒就是一公斤 一公斤也賣430元,就是一公斤就貴一點 但是我已經是最後六盒了 最後一盒,什麼時候再有? 我都會問一句,何日蝦在來?不知道 就是說,你現在不吃這隻蝦 你可能下個月有得吃 可能一年後也未必有得吃 好了,吃蝦很好意頭 為什麼呢?嘻嘻哈哈 雖然我們現在不是過年 但是我們平時正所謂 歌仔都可以唱 但願人長久,此時古難傳 都很難的 現在一家人團聚,嘻嘻哈哈 是不是吃蝦最好呢? 而且正如我所說 未吃過這隻蝦 你基本上真的不能夠說你有吃過 你知道真正的蝦味 是沒有人說不好吃的 這隻蝦 每個人都說 好像我有一個送貨 就是十四嫂的公友 送貨這樣餵她是老婆 那次送貨上來 看到我的網友不斷上來買蝦 他說這是什麼 我說蝦 就是我覺得她很無知 你說這是什麼你都不知道 我就蝦 他說我買不可以 然後我說你有沒有錢 就是他送貨還送貨 那個關身份已經完了 送完貨 收過票 他就答應了一個客人 他說 那怎麼吃? 我用口吃 不,怎麼煮 不用煮 好 接著他又送貨 大家也要送貨 十四嫂那裡 多謝大家 我順便要和大家 真是代謝十四嫂 十四嫂就哭了 一到我哭了 為什麼呢? 感激大家對他的支持 還有 又說他漂亮 又說他延熟 又說他很勤力 延熟都知道 他很延為的 十四嫂 終於知道你們上來買這個波野獎 就會給你們十四嫂的電話 你們自己去做事 因為十四嫂 雖然他不是泰山 但是他老公是土豹 但是他老公 作為一個土豹 竟然覺得 香港三嫂就肯咬 你是不是很生氣 我們不要說那些 好了 這隻蝦 是最後六合 沒有的 或者如果一份份買 是最後十二份 一公斤有十六七隻 如果一家人回來吃飯 有七八個人 每人有兩隻 是不是很開心 你吃過的 你吃過的 那些一上來買一盒 一上來買一盒 真的是 停不住 很厚的 普通這些蝦 我會說一隻起兩隻 自己一漏 這隻蝦 你絕對不能夠跟外面吃放棋 那些什麼 無論它的味道和尺寸 所以我是極度推薦的 再去 這隻牛肉 我就不會特別說 因為它已經是賣到 令到我覺得 原來大腦 什麼是大腦 有些人不吃生的 牛肉 也很多人不吃 但是也很多人喜歡吃 我剛剛上星期 有兩個網友 一個網友上來買五盒 一個網友上來買三盒 我說你做什麼 就去吃火鍋 我說你也很重痊 人一輩子 其實原來真的捉到 香港人的習慣 當時有些人分析過 他們真的每年去兩次旅行 真的不能去旅行 他們又沒有失業 那幾萬元就用來吃 吃好一點 也是的 三盒派不太貴 一千多元 如果嫁人開心 你就不能計算這些 要不要吃吃 而且很大片 一片其實都很飽肚 小食有 再去 這個我真的要說 這個叫甲吞翅 我不說太多 畢竟是一個 有些價值的東西 599元 值不值得 不是見仁見智 是非常便宜 你只吃手工都可以 如果一家六口 買六隻 其實都是一些花費 所以你便宜一點 就可以選擇我們的 金湯翅和紅燒翅 其實今天我本來想 吃金湯翅和紅燒翅 但後來我還是不捨得 因為 因為 為什麼呢 始終都很足夠 這兩百多元一碗 就是金湯 288元就是金湯翅和紅燒翅 這個甲吞翅 是598元一份 你說貴貴的 來吧 我就真的要介紹一隻 真的最划算 就是這個九大鬼 1998.6個人吃 是不是划算很多呢 為什麼呢 我今天在想 我計價 現在在街上 南非乾包23頭 幾錢一斤 你想想4000多元一斤 當4000元 4000元除23頭 一斤23隻 即是多少錢 只有一隻鮑魚都一百五六元 我們要誠實 我們要誠實 我們這隻是用 這個盆菜 是用大陸大連的乾包 質素當然是不及南非鮑魚 但畢竟是乾包 我當它很便宜 很便宜 一百元一隻 不要當多 一百元一隻就好了 魚肚 我當是很便宜 不算是鯉魚肚 30元件 103元 一份萬 那條海參 不要小看 我們這裏是療心 我講花膠 是療心 我當它很便宜 70元而已 我當它70元其實不行 200元 接著魚肆仔 鵝掌也三四十元 鵝掌 蠔豪糞 金菇 甚麼都不計 都不計 一塊錢 每塊錢都好 四塊錢 六四是不是2400 這些醬汁呢 這些醬汁是否需錢 回來 這些汁才是最貴的 這些汁我們賣百多元一斤 很多汁 現在是賣1998 不是現在,我為何不減價中秋節 因為我平時 我又是那個糟糕 浸地削鐵 浸地利向微中取 是感念於你們現在香港的大環境 不是那麼好 外面那些,當然那些都好吃 有燒肉,有肥豬肉 有幾個爛溝灌口鮑魚 都買了一千幾百 有1998 你一家人一口腾出來 回來吃 你說我一家有九個人 不用買兩個,不要買兩個 有些人吃少些,有些人多吃一塊 因為你可以有其他菜 是 用汁來吃飯 吃油氣或機器爐在那裡興奮 滿室 雖然中秋節也很容易 有些溫暖 一家人在那裡笑口齊齊 溫慶笑聲 什麼笑,滿載溫慶 然後現在有很多環保露台 在家裡玩一個窗門 打開窗門 那些秋風吹過來 畢竟是中秋 吹過來 哎呀,爸爸 今年身體好像沒有去年那麼好 哎呀,成九十歲了 那你還想怎樣 那你也要多點看著他 可以了,大哥 你是不是去英國 然後 突然間 當年青又回來了 喂 這些是一家人 然後 再吃個 吵你 他也想 沒錯 貓山王流連月餅 你說這個中秋節是不是很難忘 嗯 即使是離售 即使有別墅 吃完這個貓山王月餅 吵你了 甜在心 好像常在心那樣甜在心 我跟大家說 我今年賣了多少個 我現在終於要跟大家說 我現在 是有最後的一百三十五盒 八個裝 有沒有壓力 你說沒有 又可以 因為還有幾天應該賣完 一百三十五盒 你說有,又可以 因為畢竟過了中秋就賣不到 OK 所以我肯稱大家 幫幫幫我 因為今年我下了我去年的三倍貨 其實是一個很妄狀的決定 吵你了 不要就三倍了 吵你了 我們早點賣 一百三十五盒 那多少錢呢 以我的成本來說 其實都是一萬多兩萬元 如果我賣不到 我會怎樣呢 有兩個選擇 最後剩下一個貨 第一 我們便宜點賣 因為還未過期 有些人喜歡吃榴槤 第二 我就像花式一樣 我還要做直播 吵你了 不是吃光 不是吃光 全部吵你了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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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他好像一顆棋子一樣小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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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做 大家如果不想這樣打算我 但我 我建議是什麼 剩下多少一次限時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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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 不想這樣 我懇求大家 尚未買 我是不會選擇的 有誰說不好吃的 這個月餅 是個個都說好吃 如果你是猶豫 由第一猶豫到現在 不要再猶豫了 因為今年 可能是我們最後一年 這樣賣月餅法 究竟還有沒有明年 明年還有沒有中秋 明年還有沒有榴槤 明年還有沒有榴槤 明年還有中秋 又有榴槤 又有中秋的榴槤月餅 又有個台 你才可以再重複這件事發生 所以莫遲而 拿起你的電話 Whatsapp 848-11079 或者明天來到我們新田地街 576號 近太子的拔街 深輝商業中心7樓衣室 去訂 最底的盆菜 八爪魚 我經濟一點 你不用買那麼多東西 為什麼呢 還有月餅 還有竹籠卷 為什麼呢 前菜 因為我估計你們主要盆菜 你媽媽的不會不煮其他東西 都有其他菜 但有些前菜 我因為想過為你們的經濟著想 其實有錢當然是吃海膽 如果不是的 竹籠卷也很乾 沒有人搬舊 很乾 然後沒有人吃幾片牛魚 好吃 哇 盆菜一打開來熱辣辣 這麼正 一算下去 什麼卡士 你們家人怎麼想你 乾包啊 花膠啊 啤筋啊 鵝掌啊 你有沒有 喂 療心啊 哇 這些包汁 你喝下去 直接不是鬆飯 喝下去鮮 嘩 阿仔 你喝下去了什麼好貴人 不是呀 不要說錢了 開心就行了 好了 是不是很開心 然後吃個榴槤月餅 嘩你了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的 嘩你了 Moon Festival 中秋節 嘩你了有沒有 然後 甚至像我這樣 拿個結他出來 彈奏一曲 好 嘩 嘩 嘩 大家一起 整家人一起唱聖詩 這樣 中秋節唱聖詩 沒有所謂的 一家人開心 對嗎 好 所以記住 不要省錢回來花 OK 但有 網友說上星期日 距離沒有開門 當然沒有開門 我星期日不開 除非有結他班 我也沒有結他班 是 有些朋友說 那你究竟什麼時候再開結他班 等我休多兩個星期 我現在發覺 那天我看這篇文章 究竟怎麼知道 結他彈好呢 其實我沒有錯 但我以為我經常練 原來我真的不算是經常練 現在不算 我問過朋友 原來他們那時候是怎樣叫做經常練 最少練幾個小時 是一天練八個小時 嘩你了 原來他們玩樂器玩得好的 他們說到上手之後 就練一兩個小時 如果是職業的 就八個小時 嘩你了 他說 一萬個小時 你練一萬個小時 我心想一萬個小時 練三個小時要練十幾年 是啊 那你一定成為大師 嘩你了 我想我這一輩子 我現在再彈一次 我平時 其實我真的沒有 他們說你是不是 上台害怕 Stage 3 我沒有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怕不怕 我只會彈什麼 平時我不會 很累的 真是激怒氣 你都說 我終於彈得好 我經常在家裡彈完事很圓滿 這次我會擺一部機 打算錄 錄 然後給我一個玻璃穿 誰不知一錄 是不能夠的 直接拿別人的影片就可以了 不行 不能這樣 我要彈低的 好了 所以大家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 月餅 我真的肯求大家 我還有一百三十五盒 其實在這輩子 應該只剩一百二十幾盒 因為我應該幾盒走了 其實就不用這麼緊張 不過我希望 我硬是希望 在中修前個星期就賣完 就不會有心掛掛 還有這個盤菜 其實是下季節限定 平時我不一定有的 我現在摘了一些貨 這個真的開心 這個真的很棒 這個真的很棒 還有如果你們懂得煮東西 你吃過一次 你就馬上知道有什麼可以加進去 知道它的味道 那些什麼肥豬肉 魚肚 那些很適合加進去 加豬皮也可以 豬皮 再不是你再買鵝掌 你幫鵝掌領鵝掌 不是鵝掌 其實都是幾十元一隻 三幾十元一隻 買蓬炒也可以 雞腳也可以 你放進去便宜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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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棒 那些醬汁真的 你知道要熬多久 要加多少料 不是的 你們做不到那個醬汁 因為人家要千、二萬地熬 才會有那個味膽 好了